丽瑾起床的时候 感觉头痛得要裂开 外面早饭的香味 让丽瑾隐约有种熟悉感 丽瑾心里咯噔一下 掀开被子 趁着脚跑出去 穿鞋子呀 怎么又不穿鞋子就跑出来了 你下次要是再喝于谦凡的小子 出去喝得烂醉回来 我们就把你丢在门口了 你项链挺好看的呀 你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 丽瑾一愣 看向了镜子里的自己 我忘记了 是我什么时候自己买的吗 这个不重要 下午你就要去节目了吧 要不要舅舅去和节目的制作人 打个招呼啊 天华舅舅 不用去和制作人打招呼 舅舅去和制片打个招呼的话 到时候呢 你在里面能受到照顾 我现在挺好的 舅舅 你可千万不要去啊 也不要公开我们的身份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遇到困难的话 随时找舅舅 丽瑾拼命地点头 见裴安和裴天华都出去上班了 他才坐在桌子上 一边开始吃早餐 一边看节目上的弹幕 丽瑾拼还看得挺高兴的 但是节目组那边却突然发来了消息 亲爱的信计者丽瑾 今日下午集训场地更换为大淮山村 请携带好你的物品 大淮山村 那不是山沟沟里吗 我上辈子记得集训是在现代楼里的大宿舍呀 为什么会去村里 下午三点钟 狼士涛开着车来接他去大淮山村 等到了大淮山村的时候 外面天都黑了不知道多久了 丽瑾 我们和天华娱乐签约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本来想联系你请你吃顿饭的 但是天华娱乐那边给我们安排了训练 一直都没有空 你们凭借的是你们自己的实力 不用感谢我